25年草达台风,山竹自面袭击广东 大家好,这里是华夏泰世界 广东省内沿海城市均有大风大浪 深圳沿海地区,风力已经达到旧击 并且只只是山竹的牵涨 9月16日9时,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距离广东省阳江市 通偏南方向达310公里 目前山竹的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 最大风力15级 48米每秒也173公里每小时 9月16日,珠山脚地区的广州、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机场 均关闭或取消几乎全部航班 深圳市高铁已经关闭 部分地铁也已经停运了 9月15日,深圳市开始启动防台一级应急响应预案 全市各大街头均有民警巡逻 提醒市民做好防范工作 深圳大梅沙海浪高达10米 把梅沙洗来等酒店游客拍摄到海浪冲打进酒店的大厅里 海水直接将玻璃窗冲破了 在市中心,风里已经达到9级 路人在街道上,紧不是站不住脚 纷纷被吹着跑了 更加有一些高层居民没有做好防范工作 玻璃门窗已经被吹掉了 深圳海关港口的集装箱也纷纷被山竹吹到海里 山竹的登陆时间在今晚18时登陆 同时,提醒广大沿海地区的居民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 和注意安全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关注并转发哦 下期再见